大家好,我是三喵 鞋猫吃狗上个 就前两天啊 这中国足球发生的这件事 我估计您可能如果不看中国足球的话 很难注意 什么呢 这广州队一比四输给了长春亚太降级了 这广州队啊 这没听说过 好吧 前两年这个某国足协啊 中国足协搞了一中姓名政策 号称是不允许俱乐部带有任何的企业名 这个广州队的全身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广州恒大 对吧 广州恒大就算您不看中国足球 你也会了解到啊 对吧 这前一段前几年吧 超市里面什么恒大兵权 然后还有那个李皮做广告的 就这样的一支球 对中超八冠王 那么今天降级了 那么中国足球什么样 我就不想说了 世界杯之后国足的排名 好像又下降了一位 还是两位来着 对吧 下降到第八十了 那么恒大曾经是拿金钱 拿金元足球 是实际砸中国足球的 怎么个杂法 等你说几个事情啊 就是当年他砸的那个球星孔卡 一度是全球收入第三的球形 仅次于梅西和斐罗吧 然后他当年请的那些教练 这个李皮世界杯冠军教头 斯科拉里世界杯冠军教头 那请来的这样的一些教练也好 球员也好 如果按照中超自己的这种市场规律 你是断然请不来的 对吧 你顶多可能也就能请河南建业 现在叫河南松山龙门 比如说请来的那个什么贾秀全 那个王宝山 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恒大掀起了一阵金元足球的风潮 然后现在这一切都归零之后 你回头看看中国足球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一切 恒大你如何评价他 你如何评价许家印 这一切我相信历史会有 会给他一个评价 就算历史不给评价 您自己内心的评价 也很难是别人能够给剥夺走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恒大 有人说他管理球队很专业 我不这么认为 想当年这个卡纳瓦罗 当恒大教练的时候 有一次好像是踢比赛 踢平了这个河南建业吧 对吧 你要说这个踢平一场比赛 这很正常 关键拉木里 你要不也输过球吗 对不对 不过这许家印老板 可是耍脾气了 要求这个卡纳瓦罗 去参加企业文化学习班 我只能说 这个特别特别具有中国典型的民间 或者说官商勾结的这些商人们 这样的一些特质 对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商人 而这个恒大的钱哪来的 并不是说许老板 这个操作有方 其实凡是跟房地产有关的企业 背后的官商勾结 那您还不清楚吗 对不对 那关于许老板的事情 咱们就此打住 结果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为什么 这金元搞不好这个中国足球 其实单纯的金元 你搞不好任何的足球 比如说不对 三明 你看曼城不是靠砸钱砸出来了吗 你看那个什么 你看那个大巴黎不是靠砸钱砸出来了吗 我说 哎 您得看人家的底子是什么 对不对 这曼城人家也是英超联赛的一员 英超联赛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商业化 运作的算式体系了 对不对 那他怎么不去砸什么沙特联赛呢 他怎么不去砸这个 你说这些国际上的石油爹不傻吗 他怎么不去砸中超联赛呢 对不对 他为什么去砸英超和发奖联赛 这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您要说白了 可能很多人是世界杯这个时候会看一看球 对吧 这个梅西啊 阿根廷队啊 什么姆巴佩啊 法国队啊 这些啊 只不过是国家队的比赛 我之前做过节目 真正的足球 它其实本质上是基于民间社区的俱乐部 说起来club这个词啊 我认为把它翻译成俱乐部这个词是不好的 你给人一种印象是什么呢 俱乐部 那就是去打个牌 下个棋 就是去玩玩这种感觉 不是 这种club其实是有一种社区的这种纽带 那我们注意 这里有个概念 民间社区 对吧 我相信有不少人 如果您在英国 在德国 在反国 尤其是在英国 那个可能祖孙几代人支持的 都是一个社区里面的 民不见精断的俱乐部 我记得有一次在伦敦吧 应该是看那个什么 是我走出地铁站的时候 看到那个维拉 对那个德比骏 当时是这个英冠 声音超的这个两回合比赛嘛 在那个 Wembley 在Wembley球场 你说说啊 这个很多人会觉得 你这人不是都吗 你为什么是德比骏的球迷 对吧 德比骏后来好像还挺惨的 被罚了好多分 然后鲁尼那会儿当教练的时候 还一夜白头来着 对不对 你为什么是德比骏的球迷 你为什么是那种 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些 俱乐部的球迷 哎 我爷爷当时就是这个地方的 那我爸爸也是这个地方的 我就是这个地方的 那我觉得叫你 作为一个英国球迷 你可以是阿斯纳的死忠 你也可以是一个小俱乐部的死忠 哎 对吧 那你为什么可能是 一个小俱乐部的死忠 你是阿斯纳的死忠 可能就是阿斯纳战绩好 曼城战绩好 曼联战绩好 你会收获无数无数的球迷 对不对 可是这个小俱乐部 对吧 你连7号转播都没有 但是就是每周天啊 有一场比赛 那是我们的节日 踢赢了踢输了 那将来就算是这个俱乐部 可能会有别处的一些球员 对吧 你看英超的俱乐部 哪一个豪门俱乐部 不是这种海外球员很多呢 对不对 你像那个曼城 你看哈兰德 挪威人 对不对 那个等等等等 但是曼城俱乐部 它的根还是在曼彻斯特这个城市 你包括它的这个队灰里面 也是曼彻斯特的运河啊 它的这个运货船啊 也是体现了这种城市的传统基调 那这种民间社区才是各种这种竞技运动 能够开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对吧 有了这种 你比如说那个利物浦跟埃佛德 对吧 这种社区之间的这种冲突 有了这种互动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这种俱乐部 然后才能够实行公司化的运营 在这种公司化的运营之下 咱们才能够谈起来这种健全的俱乐部文化 俱乐部发展 对不对 那么请问在中国基于民间社区的俱乐部 好吧 民间社区这种东西可能在中国看来 就是一种很陌生的东西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刻意打压的结果 我之前是讲过的 清朝的时候兄弟三人结议 可能都要面临要被朝廷严惩的风险 清朝末年的时候 一些民间组织 哪怕仅仅是想政绩黄河救灾这件事情 就要被朝廷打压 那这个时候民间结社已经被视为洪水猛兽 这个时候民间社区 您觉得怎么可能会被那么鼓励呢 更何况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这种 基于民间社区的俱乐部 他们背后的这种冲突 如果处理不好 对吧 我之前提过吧 前南斯拉夫的两个足球俱乐部 踢比赛的时候 球迷冲突 这导致了前南斯拉夫的解体 等等等等 您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当局怎么可能允许这些呢 所以说这个民间社区在中国几乎可以是零 甚至是负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俱乐部不可能获得这种民间 球迷组织的持续书写啊 这种东西 你只能靠这种大企业 而这种大企业呢 我们知道 由于政策的问题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 我在跟一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 在某国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政策风险 很可能就是一纸文件下来 很多东西就都改变了 对不对 别的不说 您想想某国的教培行业 让你不行 你就得不行 让你马上行 你又得行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一个企业家 一个entrepreneur 他如何做到 我投资一个东西 有恒心 求长期回报呢 这个太难 太难了 都是想着去 赚一把就走 赚一把就走 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这反映在俱乐部里面 算是比较心酸的 恒纳还算不错了 至少得了一些冠军 你想想北京人和 之前不是被叫做流浪者 对吗 流浪过多少主场了 包括这两天 我看那个九宝田里 他去西安了嘛 去那个陕西长安竞技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已经11个月 没有发下工资了 只是凭着热爱 可能再占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中国足球 俱乐部的现状 对不对 那个金元 为什么搞不好中国足球 因为你基于民间社区的俱乐部 这些都没有 你砸钱也没有 那么既然砸钱都没有 其他的是更不可能有用了 对吧 那所以说 有人说 你不要去吐槽中国足球 为什么不能去吐槽 他对于一个普通球迷的价值 除了吐槽 还能剩下什么呢 对吧 用万历15年 最后的那句话来结尾 这个中国的足球 是所有人的失败 是一个历史的纵悲剧 好了 我们今儿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三彪 下期再聊别的 再见 拜拜